保理政福利社区发修旗艦阶级位 今年都加工社区 律师冗者的关怀和服务感双 为处举办 旗艦方式困难应试固定 为了让旗艦进行够案方式时 会在到中备的支持 特别要请参加 指导旗艦方式过程的计划以及重点 当时透过艺人的方式 让旗艦在面对不一样 构成的中备 知道如何应对 这天分组进行中央方式莫方联系 了解方式的邀令和旗艦 未听中 这天要让上提前要怎么说 面对中央的欢迎 要如何面对 中央是相当处味 不要说不是你会我 还挺假的 我会当33公斤的团队 这个团队跟我来理事长讨论一下 再给他回答 这2号4号也有相当处 面对社区来 越来越多浴缩到独起中央 推动福利社区法的过程 透过旗艦实质方式 关系中央日常生活更加重要 不过旗艦时尚因为中央不一样的故事 会遇到很多问题和困难 保理在福利社区法修计官家 为处邀请专家 指导社区旗艦 中央方式的旗艦 那我们志工其实也要学习说 去听他们的需求 而不是一直要把他们拉来社区 或是一直要接受我们的服务 因为有的老人家是不喜欢去社区的 所以其实今天的课程 主要是让他们可以学习 我们进到老人家家里面 我们该怎么去问话 透过互相的演练 让这些志工可以学习到 我看到的个案跟别人看到的个案 这当中有没有可以交流的地方 课程特别安排给每个社区旗艦 进行模仿年事 尤其国众状况 应对处理的方法 加工旗艦方式的专业力力 很棒 学到很多 因为各社区的那个关怀 长者不一样 因为我们没办法体会到那种长者 因为我们东门长者几乎就是 好像就是没那种问题 所以我没办法体会 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一些 然后他们我也学习到很多 透过这个课程 能训练我们一些社区的志工 能帮助独居老人 现在独居老人太多了 可以帮助他们来 出来社区这边 透过我们的协助来社区 参与我们的社区活动 不会孤独在家里 模仿年事 和即将学习组合到中央活动交通 也就出和国社区 向上观摩交流 未来实践进行中央方式 可以更加顺利 大家关系中央和服务的最后目标 继续王家姓彩虹报道 好 好